《九天》這款無人機個頭非常大 兩個角色 第一個呢 無人轟炸機 因為它可以攜帶很多的導彈 每次機翼有四個外掛點 靠近機身的兩個大型外掛點 單個的掛載能力達到一噸 一旦掛裝了超音速的導彈 或者說亞音速的反艦導彈 包括各種各樣的精確制導炸彈 既可以打擊海上目標 也可以打擊地面嚴密射防的高價值目標 所以作為無人轟炸機它有這個能力 航程遠 掛載能力強 又可以配備大型的雷達和光電設備 所以說適合改造成無人轟炸機 第二個角色就是空中的飛行航母 或者說我們叫它會飛的無人機母艦 因為在它機附這個位置 有一個大型的多功能的模塊 那麼這個多功能任務艙 你既可以運送彈藥 均運物資 把它作為一個無人運輸機使用 同樣呢 裡面也可以裝填很多的小型無人機 那麼它可以飛到很遙遠 很前端的這樣一個區域 布灑各種小型的中小型的無人機 那麼進行風巡攻擊 室內展覽內部我們還看到了彩虹7 是一個廣域偵察的智能化無人化平台 尤其是對海偵察 比如說對方的艦艇編隊 或者是航母戰鬥群 因為它這個隱身效果確實比較好 那麼一般的艦載雷達是找不到它的 它就可以悄悄地在廣闊的海域內 為遠射程的反艦導彈搜索目標 進行信息的傳送 在導彈飛行的過程當中 它也可以進行中期指導 保證這種遠程的反艦導彈 可以打擊遠距離上的移動目標 那麼至於說大家非常關注的機器狼 我認為它還是一種跟隨性的武器裝備 主要是配合步兵作戰偵察 使用這個比如說機槍 或者是自動榴彈發射器 以及突擊步槍集成到它的身上 既可以進行偵察 也可以進行火力打擊 所以它未來會成為步兵作戰的幫手 作戰體系的各個層面 都開始融入無人化智能化的作戰裝備 不僅可以有效地執行偵察任務 也可以進行直接的火力打擊 所以不僅要打勝仗 還要減少傷亡 這就是未來的智能化戰爭 和現代化戰爭的基本要求之一 除非能在一起 進行火力打擊